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在這個第三波的內閣人事名單當中 大家有很多討論的就是梁文傑的部分 因為他即將接下的是陸委會副主委一職 消息一出呢 引發大家熱烈討論 好 有媒體記者打電話給梁文傑 還有他的立委妻子林楚英 但是兩個人都沒有任何回應 我們來看一下在臉書上頭 梁文傑也只有短短發了這個兩篇文章 其中有一篇呢 剛好跟兩岸是有關係的 他提到不必太擔心中共進攻站 而要擔心用封鎖站逼你上談判桌 好 但是外界的焦點呢 還是有不少放在他昔日的爭議上 除了有這個澳門團之外 像是在PTT裡 網友就開酸 他曾經被爆料上了酒店 然後說老婆看片沒空 難怪要看愛奇藝來報復老公 因此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時事評論黃陽明他發文表示 梁文傑入閣 讓立委跟官員的夫妻組合又多了一組 好 之前時任客委會主委的李永德 曾經受訪的時候表示 上任之後要訂出一個家規 姚邱易營不會在他所屬的委員會裡頭質詢他 而梁文傑跟林楚英這兩個人的夫妻檔 未來會不會發生同樣的質詢場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學者何景榮就立刻去留言 同樣也是來嘲諷梁文傑的 他說應該是立委妻子施壓警政署署長 擴大林檢酒店逼迫副主委丈夫趕快回家吧 好 接下來來看到這個是中國大陸在去年12月份 是以註冊資訊不完整作為理由 暫停了金門高粱跟台灣啤酒等等的商品進口 29號國台辦已經宣布了 要放行金門高粱酒的進口 但是台酒迄今還沒有收到通過審核的消息 因此民進黨立委鄭運鵬就批評 限制食品根本就是單方面的政治操作 中國想要做人情就做人情 金門縣長陳富凱縣長跟國民黨的金門陳玉珍委員 那昨天跟中國國台辦的宋濤主任會面過了之後 那突然中國就單方面 那也莫名其妙地宣布了63家被他們禁止 出口到中國這個食品廠突然就可以開放了 大家會知道說去年10月 這些食品業者包含品項包含公司被禁止 當時是莫名其妙被禁止 昨天是莫名其妙被開放 他們在禁止的理由的時候 他們所講的是他們要變更登記 變更註冊的這些項目 我們台灣在全世界裡面被中國獨一無二的對待 提早了一年不能夠網路申請 只能夠書面提出 去年10月的這個禁止的這個 中國單方面的這個禁止的命令 本來就莫名其妙 昨天在跟國民黨相關人事會面過之後 馬上又開放 那這個更莫名其妙 這也更顯示說當時 中國單方面的限制台灣的這些公司 食品跟過去的這些農產品 都是中國單方面的政治動作 他沒有任何根據 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想禁止就禁止 想做人情就做人情 台北捷運公司環狀縣的經營權 將會在今天到期 並且會移交給新北市 雙方在過年之前已經展開了協商 現在初步也已經達成共識了 新北市長侯友宜說 將會分階段來做轉移 避免對民眾造成影響 台北市長蔣萬恩則是認為 按照契約 本來就是應該要移交還給新北市 雙方在今天拍板定案之後 也會對外來做說明 我們黃鑽縣的經營權 從以前柯市長到現在的蔣市長 其實兩市的態度並沒有改變 那在春節這當中 包括春節前 我們支付市長跟李副市長 已經多次開會逆商協調 那基本上所有的細節都已經談妥了 就有待今天兩市正式對外來做一個公布 最重要的是讓民眾 在整個經營權的轉換過程當中 營運不要受到影響 而且可以更舒適 更便捷 提供更好的服務 這才是民眾所要的 所以我們會分階段 分批次來做好整個營運的轉接 依照當時我們跟新北簽訂的行政契約 當時由新北出資我們來代為新建 以及環衣 整條路線都在新北市 所以依照七月到期就應該要移交還給新北 所以目前我們已經達成了這樣的共識 但最重要我們要確保旅客的權益不受影響 所以在整個移交過程 一定會讓它非常順利的完成 他是澎湖福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氨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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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